8111東方日報擺放女神像李耀基上訴脫罪 2015年5月28日 港文A23 本報信 支聯會於2010年5月在銅鑼灣時代廣場外舉行六四事件紀念活動 展示民主女神像及題為六四屠聖的浮雕 結果遭警方沒收、食環處則控告活動負責人 事任支聯會常委李耀基違反公眾娛樂場所條例 指他未領牌照使用公眾娛樂場所舉行展覽 李罪成被判罰款二千元 施隔五年 高院員仲庭審李李的上訴申請 由依終審法院早前就公眾娛樂場所作出定義 律政司考慮新定義後 決定不反對李李的上訴 法官即時撤銷有罪判決 法官下令你可取回原審及上訴的証費 位置不屬公眾娛樂場所中院去年9月就另一宗 未領牌照使用公眾娛樂場所罪的抗件判決 裁定一個公眾娛樂場所 具有控制觀眾入場及禁止某些人入場的元素 律政司認同案此定義 時代廣場外的空地不屬公眾娛樂場所 故同意樣上訴人得席 李遙基作僅由律師代表出庭 支聯會一批成員到庭外抗議 指本案屬政治打壓 支聯會副主席蔡耀昌稱 今次上訴得席可還支聯會公道 也證明警方當日沒收民主女神像不合法 當時支聯會有十三名成員阻止警方行動被捕 雖然最後無人被控 但蔡表明會考慮是否追究 《網見》去7篇號 HCMA 538-2011